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收看金融妈妈对的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是拉回颇多 那么在中场是下跌287点 好 那盘中一度是跌到357点之多 早上在开盘的时候还开平高盘 那么开平高盘之后指数开始一路往下 好 到最后跌300多点的时候 指数才稍微有一些弹升 那但收盘的时候指数今天还是大跌 好 那287点里面 当然这跟台积电也有很大关系 但是并不是全部 好 所以那么这盘我想在今天明天 本来就是会拉回的时间 所以如果昨天你有看我们节目的 应该很清楚 我昨天已经跟你在盘式上面 做了一些很重点的说明 那同时我也认为短线会拉回 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说 这原因之一是台积电 原因之二 技术面上面它也会拉回 好 那么至于拉回到现在的话 需不需要担心 那我们应该分几个层次看 好 我想第一个 来 昨天我已经跟你说过 这是一个大相形 对不对 那么这个相形的话 既然是这样的话 它会往低点走 所以时日线不会是支撑 好 那么月线会是支撑 好 那你会说它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好 跌这么多我想 台积电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台积电在这一天的时候 是全市场大家非常 大家一致性的全面在讨论的时候 679块那一天 最高点那一天的台积电 好 那一天我跟你说会回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大家都是一面看好 所以我说全市场全部都在讨论 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 应该说全市场一面都在讨论 但是都没有注意到其他的重点 当时我就说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公司 这百分之两百可以肯定 对不对 但是好公司在不同的价位 操作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因为当时是全市场 所有的人几乎都在讨论 好像他只会涨 不会跌 买这档就对了 这样是一个 这是一个蛮不OK的心态 这种心态 我想是 尤其如果是很多新同学 比较没有经验的回家 容易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我觉得它百分之两百 绝对是好公司 这完全没有问题 但涨到这里就是过头了 因为你不管从基本面的角度 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那么它其实都有风险 好 因为我当时说 今年23块 明年26块 那你会说成长 那我也知道成长 对不对 那即便是你今年23 明年26后年估到30 那么其实成长力就是15个百分点 如果每年15个百分点 你走到679的时候 它等于要反映今年的30倍 那反映今年的30倍 不是一定不行 但是现在才在年初 对不对 更何况 以前其实他们没有这么高的本益比 好 那你说当然因为现在 国外本益比也高 对不对 但国外也不是所有东西 本益比都这么高 对不对 所以我说30倍对它来说 是历史新高的本益比 而且通常你会有很高本益比的 通常都是要很高的成长力 那成长力 你如果从20到23到26 其实就是15% 15%的成长力 也还不错 但是不能算是非常高 所以我说30%不是不行 但是你不能有一点风吹草动 因为现在不是在年中 现在才在年初而已 更何况全市场一面倒都在讲 好像永远只要买这档就对了 一定不会跌 那是有点可怕的心态 所以我才会特别提醒你 对不对 那么后来也果然就拉回 好 所以我们先看看 我提醒你是这一天 好 所以那种心态你会发现 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一天是拉回还报大量 所以你就知道市场一面倒的 觉得这档不要200%没风险 所以即便拉回都报大量 那这我觉得不是一个很OK的方式 那原则上的话 大家一路调高目标价 但其实在这一个月之内基本面 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这里我觉得就是已经建高点了 那么再来就势必是进行中断整理 那我认为它实质性也不会守住 对不对 因为这里就已经跌破了 对不对 再来这一个大量 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进去 这个当然没有回去 所以台积电的拉回 也一样先看月线 那么台积电本身就占指数 虽然今天跌破是全部台积电 不过台积电还没有修正完毕 因此指数再往下到月线是正常 那你会说这看起来好像很吓人 其实那并没有那么吓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占了大部分 一半左右的跌点 对不对 以今天来说 所以它即使是拉回 其实也没有破坏长多结构 所以那当然指标也下来 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一个 我昨天有跟你谈到说 包括台积电本身 这则是顿化段 指标进入高档以后的 主升段顿化段 然后到这一天的时候结束 所以后面的走势不会跟前面一样 它势必是会中断整理 那大盘 大盘也一样 现在指标往下 那指标往下 其实也不会这么惊人 因为这里也是指标往下的时候 所以它只要回来相形就可以了 那这个相形就是我当时告诉你这个相形 所以往月线附近 甚至微幅跌破都有可能 但是你不用很担心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已经是1月26号 那么这个礼拜 然后下个礼拜 我们下个礼拜封关 所以最近因为疫情 还在发酵之中 我觉得长期来说 以中期来说 疫情不是你用担心的因素 但是短期它一定有影响 它的影响是在于 它会把原来下个礼拜会出来的 节前卖压提早引爆 所以才会跌这么多 也就是说 一部分是因为台积电本身就会下跌 这会占掉一半的跌幅 另外的话 下个礼拜 本来节前会出来的部分节前卖压 会提早到这个礼拜出来 所以这个礼拜会是盘面上面 卖压最重的时候 但也就是这个礼拜 那也不会到这个礼拜的最后 应该就是这两天 就会是卖压最重的时候 那这两天过后 下礼拜就会开始继续往上 所以我觉得这盘你也不用担心 对不对 你只要准备好股票就好了 你只要买好股票就可以了 那甚至于你手上有听到我们说的 你在高档该出的有出 那或者你手上台积电 在高档也有先出一些 那你有出的人的话 你就是这个礼拜早卖点 你就是这个礼拜早卖点 因为它并没有破坏多头的结构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涨多的拉回 那涨多的拉回配合台积电本身也要拉回 那我觉得台积电拉回也很健康 我觉得基本上面它是应该会拉回 那只是说这刚好是给大家一个分享 因为很多新朋友那么比较容易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当全市场一面倒在讲的时候你会忘记本一笔的评价 或者是成长力这些东西你应该怎么综合去评估 所以我说股票其实有时候不是这么单纯的事情 但是指数拉回到这里我觉得基本上面来说 这两天就是慢压最重的时候 那你应该反而在最近要把资金准备好 准备做什么 准备卡位接下来的标股 所以不管怎么说今天指数是跌了287点 但是我们标股都涨停 对不对 记得我跟大家说我们的隐形冠军 你一定要买好 还有我说电动车有一档股票会先分出 是不是 两个今天都涨停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来 这是亨太光 那么我说隐形冠军你要买好 那昨天说这里就是买点了 今天亨太光就直接涨停了 好 所以我想在明后天会有这个 会有越来越多的股票开始见到它的底点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不过你基本上你必须把资金准备好 集中起来 对不对 那像你先买好亨太光的话 今天就直接涨停了 隐形冠军 在台湾它就第一名的 对不对 在台湾就是第一名 那大陆的市场非常非常大 大陆的人口是不是 当然是比台湾多非常非常多 十几亿的人口里面 大陆的近市人口比例非常地大 是不是 你想想看大陆上面 大陆上近市人口真的比例非常多 而且现在还在越来越快之中 能够有效去抑制近市的 是不是 就是我跟大家说隐形冠军 对不对 因为这不是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是你很多通路可以买的 隐形眼镜单价也没这么高 但是这是单价跟毛利率都非常高的角膜塑形片 角膜塑形片是可以有效地去控制近市 对不对 所以它的需求非常大 应该说这一块需求在很强劲的成长 那再来大陆那边的成长力道更强 因为大陆全部的大陆一共也只有十张纸张 十张纸张里面包括大陆包括国外 全部加在也只有十张 但这十张里面只有两张是横台广的 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台湾它已经是 它已经西部独家了 一个人占了七成的市占率 因为门槛很高 技术难度也高 所以用这样的东西加到大陆 它现在也是已经拿到两张纸照 而这个市场里面不是说一大堆人 大家都可以做 全部也只有那几张纸照 这几张里面就有两张是它的 那你想想看大陆有多少的近市人口 是不是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的隐形冠军也早听 对不对 我前几天跟你说过隐形冠军你要买 然后电动车还有一档会先喷出 对不对 我跟你说电动车就是这一档会先喷出 那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好 我们来看看 同志 是不是 来今天 311块创新高 今天开高 跳空开高 开高 走高 亮灯 涨停 311块涨停锁住再创破断新高 电动车就是这一档会先喷出 所以我都讲得非常明确 隐形冠军你一定要把握 电动车这一档会先喷出 有没有 每天也跟大家说 那到今天311块 才几天的时间里 已经从244块涨到311块 好 所以我每天都跟大家说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节目也都可以 你大概节目也都可以知道 来 那么前几天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你要跟我们一起买 对不对 这一天的时候我跟你说 非常好的买点 240几块的买点 那再来第二天往上 对不对 第二天往上涨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指数往上喷涨停 那这一天补了缺口 补了缺口之后 我昨天跟你说 再来马上就会创新高 今天跳空往上 对不对 再创颇短的新高 一共只有1 2 3 4 5 五个交易日 这五个交易日面指数还拉回 对不对 但是你跟我们一起锁定标股 那你每一个买的人 都可以赚大钱 而且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是电动车里面 第一个会率先喷出去的 而且有破断大空间的股票 好 超音波感测模组 以前很多人知道同志做的是倒车影响 但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是超音波感测模组 那超音波感测模组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是 它是有自由的演算法 也就是说它是自由演算法 用自己的演算法搭配起来做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有软体的实力 所以软的加硬的加起来 其实是非常有爆发力的 而且超音波感测模组 在现在除了车市大循环开始 车市大循环里面 它的大陆的客户 那么今年都会大成长 除了这个之外 Tesla今年也开始放量 所以我说你看到它的获利在去年 连续两个月的获利 都超过一块钱以上 那有些人会跟我说 奇怪 可是它去年一整年 获利好像没有那么多 对 那是去年你把上半年算进去了 那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 本来这个大循环 就是从去年的第三季尾巴 才开始 今年就是完全进入大爆发的时候 因为去年那时候 连续两个月 单月都超过一块 但是单月超过一块 也只是Tesla刚刚开始 小量小量而已 今年才正准备 第一次开始放量 现在才是重点 再加上大陆本身 它自己的客户也是大好 所以今年力道非常强 再加上EDAS这一块 现在升级潮 EDAS也要升级 对不对 因为现在车子里面的东西 越来越强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感测的东西 需要自动化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EDAS的等级 现在也在上升之中 以前 EDAS里面用到的超音波感测模组 它会用到的感测器 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10颗 但是现在已经全面都往20颗甚至30颗走 包括大陆的车厂 蔚来也好 理想也好 Tesla也好 全部都从10颗升级到20颗到30颗 也就是说这一块车的量本来就在成长之中 因为它从谷底起来 对不对 所以它从谷底复苏 谷底复苏之后它的量本来就增加 量增加的时候 而里面每一个EDAS所用到的超音波感测 里面的量又比之前再增加 所以包括Tesla也好 包括蔚来也好 包括理想也好 包括小鹏也好 全部都已经要把蔚来的量提高到20到30颗 所以EDAS的升级全面在放量之中 所以我说是第一个会噴出去的 那今天果然就亮灯涨停了 所以虽然今天指数是跌啦 不过我们的标股都涨停了 对不对 包括我跟你说的 一定要把握的隐形冠军 亨太光亮灯涨停 第一个会噴出去的电动车 同志今天亮灯涨停创情高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还是要把握好 那么大盘这个礼拜就是底点 不过就是把节前卖压提早引爆 所以这个礼拜是最严重的时候 应该说这两天就最严重的时候啦 那接下来就会往上了 那么到下礼拜卡位的买盘会更积极 那你会说为什么 过完年以后其实很多东西都要涨 是不是 过完年以后有一大堆的涨价的东西 所以过完年以后还是要涨 应该说这几天跌完以后就涨去了 所以赶快把握好时间 那我觉得还没有跟上朋友 当然要赶快把握了 那你没有把握到我们的隐形冠军 或者没有把握到同志的 那当然也要跟上后面的操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聊其他部分带回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我前两天已经跟大家提醒过 其实昨天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跟你在指数上面 昨天讲的比较保守 很多人说听起来 这个好像有点空的样子 不过其实我昨天 确实就是要让你知道指数会跌 那指数会跌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 应该说 不过就是把节前卖压会提早引爆而已 那所以这两天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那接下来就一样会涨 下个礼拜 那么你过年前标股还是要买好 因为我刚刚讲过过完年回来 你单单是一大堆东西要涨价 其实就有得涨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朋友的话 当然还是先把握好 因为指数拉回 我认为蛮好的 因为当然如果你没有听到我跟你讲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台积电他们跌这么多 但是其实我在最高点那天就跟你说了 是不是 那其实我觉得 还没有跟上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趁这两天指数拉回来的时候 去把握标股 对不对 所以先预约好了 好吧 那还没有跟上的或者是 想要后面好好赚钱的朋友的话 来记得就预约下一档标股 这个礼拜就是买一点 你说指数跌这么多 我跟你说这礼拜就买一点 对 这礼拜就是买一点 就是这两天最严重 再来就是买一点 所以下一档标股 把它预约好 那怎么预约呢 把你的姓名电话留下来 你就可以先完成报名 所以其实蛮简单的 对不对 你只要留下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这样就算是你完成报名的程序 那所以就记得把握下一档标股 因为我们股票都是公开跟大家说 而且也是公开操作 那当然这礼拜除了同志之外的话 爱普其实也是大专放在口袋里了 因为爱普在513块的时候买 然后530块钱 其实当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小赚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赚得越来越多 涨势也越来越扩大 到583块钱 已经获利70块 然后到641块创新高 已经到了128块 然后660块钱 创新高147块 震荡一下之后 682块创新高169块 然后750块钱继续创新高 获利已经200多块钱了 好昨天早上我也公开说了 就是早上创新高已经先获利出场了 好是完全大赚放在口袋里 那么我觉得短线会回一方面也涨很多了 那所以200多块的获利放在口袋之后的话 到今天的时候来 同志让登场听 对不对 那同志也是公开跟大家说 电动车这档会先喷出 是不是 我其实讲很清楚嘛 电动车这档会先喷出 你一定要买好 哪一档你看节目就知道 全部都公开讲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有 所有的会员 每一组所有的会员全部都有 因为它就是准备要喷出了 而且1月的营收会比12月好 3月的营收会比1月好 2月当然会下一点点正常 因为过年的关系 但是今年第一季开始TESTA正式放料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它其实也有一些软体的实力 再加上今年ADAS的升级 这会让超音波感测模组里面 所用到的量变得更大 好 所以呢 也是公开操作的嘛 对不对 来 240几块的时候就跟你说会创新高 一定要把我这档会先喷出 那么隔天说涨11块 有没有 263块半 然后再来的话283块钱 有没有 补了接口准备创新高了 那么昨天也非常强势 在平盘附近做的时候 今天的话直接跳空开高 开高走高创新高 今天涨停板做收大涨28块钱 也只有5天而已 244块到311块 而且你每天都看到 我就跟你说这档会先喷出 是不是 因为确实是非常有实力的股票 我想今年其实有实力挑战两个股本 那以电动车来说 那个本益比是严重偏低 更何况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ADAS的升级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商计 因为他自己的东西来搭配自己的业政法 所以是非常有潜力的股票 那不管怎么说一起把握标股 其实是很轻松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虽然今天指数跌 但是我要跟你说 指数跌 这礼拜就是买点了 对不对 这个礼拜就是买点了 我昨天前天就已经告诉你指数会跌了 那跌下来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礼拜就是买点 那就是把节前的卖压提早引爆到这两天而已 所以的话你要预约下一档标股 预约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你的姓名和电话 一定要是可以联络到你的电话 姓名跟电话留下来 你就可以完成报名的手续 那报名什么呢 当然是报名下一档标股 对不对 下一档可以这样子 一样可以让你赚大钱的 然后一样可以在短线上马上就可以获利了 来赶快利用盘拉回的时候 这礼拜就是买点 完成你的报名手续 因为名额又有限 所以你还是赶快吧 那等一下就电话就可以先打电话进来了 那至于有跟我们一起大传朋友 就恭喜大家了 还没有的话 赶快完成报名手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